大家好,我是夏麻,喜欢吃麻辣汤的朋友肯定很多 今天就和你们分享一下湖南的麻辣汤,简单好吃哦 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总归汤底是不能麻糊 准备猪骨跟鸡肉,放入葱姜料酒去腥 大火煮开以后包个猪骨汤,再来准备材料 我这里大概准备了有18样 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我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再用竹签给它一个个穿起来,方便焖煮 这个抹鱼很好吃,可以多备一点 全部弄好后就可以准备炒料啦 家里卤料包,全部是这种碎的是最好的 加入花椒跟干辣椒,用温水,重洗干净 再放入锅中,煮上30分钟 干辣椒煮软后就可以捞出来 这个辣椒水也不要扔掉,待会有用 放入搅碎机,加入葱姜蒜,搅成辣椒酱 像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然后放入油锅里面,再加一勺豆瓣酱 开中火慢炒,炒出水分,炒出红油 像这个状态,淋入米酒 然后再加入冰糖,生抽,老抽,食用盐和鸡精 搅拌均匀,再煮个两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清炒料油就做做完成啦 这个还可以打火锅吃,特别香 这边的猪骨汤也包好啦 把骨头跟肉捞出来 加入食用盐和味精调个底味 倒入大盆里面 再加入之前煮辣椒的卤水 然后就是清炒料油 搅拌均匀,麻辣汤底就做做完成啦 先试一下咸淡,再摆入分隔器 马上我们准备好的各种串串蔬菜 组装完毕,湖南麻辣汤可以开煮啦 先煮后焖哦 先把菜煮熟,然后关火 焖入味,以焖为主 这样能够保留菜的口感又能入底味 这种边吃边煮的麻辣汤,你有没有试过? 或者是来湖南,大姐小巷全都是这种麻辣汤 和朋友聚餐的博阿选择 各种串串真的是又香又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再调个赞碟,煮青菜,下面条都非常方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 我是夏妈,我们下次再见